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五大院 你要选哪家呢 我选北苍陵院 战胜陵王之后 却引来了不小的麻烦 牧尘 你身上的陵王灵光 我是要定了 可要 别看你是天榜第三 我却并不想让你那么容易如愿 大木缓缓升起 诸多门派悉数登场 各色人等纷至岔来 这无尽世界又将上演怎样令人向往的传奇呢 且看主宰之路究竟谁主沉浮 大主宰为您揭晓答案 大千世界万道争风 大主宰 非我莫说 由懒人听书 原创物质 曼陀罗淡淡地笑了笑 看来 你来天罗大陆就是因为上古天宫 不用大惊小怪的 你拥有着大日不灭身 那想必也知道一些有关他的信息 而那上古天宫内的确是拥有着你想要的东西的 牧尘的眼神一下子就变得狂热起来 甚至连呼吸都加重了 这一年来 他可算是第一次确定了这个消息 虽然现在他连那上古天宫究竟是什么都不清楚 不过这至少说明他来对了 在这天罗大陆上的确拥有他所需要的东西 那你知道上古天宫在哪吗 上古天宫的确是隐藏在天罗大陆上的 不过却没人知道他究竟在哪 按照我的推测 那应该是一片独立的空间 只不过被人以大手段给封印住了 连你们这种踏入帝至尊的人都探测不到吗 哎呀那上古天宫就算是在远古时期 那也是大千世界中赫赫有名的势力 而那天宫之主也能够积身进入巅峰强者之列 那等强者陨落之前所布置的封印 是帝至尊能够探测的吗 牧尘尴尬的笑了笑 心中有些感叹 这世界上果然是一山更有一山高啊 不过虽然探测不到上古天宫的存在 不过在陨落战场当中 曾经有一位远古天宫的超级强者陨落 我想那里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有关上古天宫的信息的 牧尘点了点头 虽然这种消息有些缥缈 不过总归算是消息 至少比他瞎子摸象要好一些 他来到这天罗大陆 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另外的不朽之夜 因为牧尘清楚的知道 他如果真的想要踏上盖世强者之路 这不朽之夜必然会给予他极大的助力的 一旦有朝一日 他能够把大日不灭体进化成万古不朽身 那么他就真正拥有了明镇大千世界的资格了 到那个时候 不论是洛神族还是娘亲所在的神秘之族 他都不再忌惮 看来这陨落战场倒是真的得去上一趟了 牧尘难难着 不管最终能不能得到有关上古天宫的消息 他都得尝试一下 为了那传说当中的万古不朽身 在余下的两个月时间里 牧尘在训练着九幽卫时也开始抓紧时间修炼 大狩猎战乃是波及整个北界所有的顶尖势力 那种规模必然是达到一种极其恐怖的程度 虽说如今的牧尘在这大罗天狱也算是高层力量 但是他明白 对于大狩猎战这种程度的战争而言 他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而这种战争一旦开启 到时候恐怕就连曼陀罗都没有办法把所有人照顾周全 所以他必须在大狩猎战开始之前 尽可能的提升实力 不过眼下他才突破到四品至尊不久 体内灵力刚刚稳固下来 显然是不适合再度迅猛冲击 所以呢 想要提升实力就得以其他的手段 比如说修炼那龙凤真经 九幽宫深处 一座座空荡的石池之外 牧尘静静的盘坐着 他望着眼前的石池屈指一弹 有十个玉瓶出现在了面前 玉瓶表面闪烁着光纹 那是一种简单的封印 借此封印 其中的神兽精血的 不然的话那狂暴的灵力会 轻刻间爆发出来的 牧尘盯着这十个玉瓶 脸色变得凝重了一些 虽说他在龙凤天内获得传说中的龙凤体 可是他很清楚 他这龙凤体只是最初阶段 充其量只能让他的肉身变得更强一些 而他想要达到那种真正具备着真龙真凤力量的地步 却需要通过艰难的修炼的 而眼下就是第一步 牧尘把衣衫尽数退去 露出虽然并不壮硕 但是任谁都能够感觉到 旗下所蕴含的可怕力量的 修长的身躯 在其胸膛以及后背处 有真龙以及真凤之文在盘踞着 牧尘低头望着那真龙以及真凤之文 他的手掌轻轻的摸了摸 那并非是简单的图文 给人一种犹如活物一般的奇异的感觉 按照龙凤真经上面所说 修炼龙凤体共分三节 第一节是激活真灵 第二节的画形 以及第三节的龙凤现世 牧尘胸膛和背后的两道图文 应该是被称为真龙 以及真凤之灵 因为这图文当中 蕴含着一丝真龙真凤 所遗留下来的真灵的 而这个阶段 便是需要以诸多神兽精血的力量 来激活真龙真凤之灵 从而赋予牧尘更加强大的力量 而当真龙真凤之灵彻底被激活以后 就能够达到画形阶段 到了这一步 那真龙真凤之文 就能脱离身躯的束缚 万千变幻 并且开始觉醒 真正属于真龙真凤的力量 而那第三阶段的龙凤县世 光看名字就已经能够猜出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了 现在牧尘要做的 正是第一阶段的激活真灵 他轻吐了一口气 收回盯着图文的视线 然后不再犹豫 屈指一弹 一道灵光射出来 直接把一支玉瓶击碎了 而随着玉瓶的碎裂 就见树堤暗红色的粘稠精血 顿时凭空的滴落下来 随着滴落的速度加快 开始有着花花的水浪声 陡然的响起来 精血最终滴落在巨大的石池当中 不过紧接着精血 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膨胀起来 短短数息时间 就见树堤精血化为滚滚血池 荡漾在石池当中 狂暴的灵力 以及浓浓的血腥味道 顿时冲天而起 而且那精血显然是格外霸道 一显露出来 就在侵蚀着石池 不过索性牧尘早有准备 石池都是以特殊材质打造 这才没能让精血侵蚀而散 不愧是圆骨九头蛇的精血呀 牧尘望着翻滚的血池 忍不住感叹了一声 仅仅只是数滴精血而已 就能够化为整池血水 这种神兽精血并没有经过任何炼化 所以充满着攻击性 不过这也正是牧尘所需要的 唯有靠这种原始的神兽精血 才能把真龙真凤之灵给激活的 只不过呢 那过程也必然是极端的痛苦的 牧尘望着翻涌的血池 手掌缓缓紧握 他没有任何犹豫 一扇进去 然后直接跃进那血红的血池当中 鲜血建设起来 牧尘盘坐在血池当中 双手结印 顿时血池翻滚 一道血红漩涡成形 而在那漩涡的尽头 便是盘坐的牧尘 那血池内 在此时响起了无数道的丝鸣声 就见血液翻滚间 竟化为一条条小型的血红酒头蛇 然后猙獰地撕咬在牧尘的身裙上 牧尘的身体在此时剧烈地颤抖起来 剧痛涌来让他的脸色都白了一分 不过剧痛并未让牧尘丧失理智 他反而深吸一口气 然后印法一变开始催动龙凤真经 他胸膛以及后背的真龙真凤之纹 也开始绽放出点点灵光 而后像是有低沉的龙吟凤鸣声响彻 接着就见那小型的血红酒头蛇 直接被震碎化为一道道血线 源源不断顺着牧尘的皮肤流过 最后被真龙真凤之纹毫不客气地吞噬而去 这圆骨酒头蛇的精血虽然霸道 但是在真龙真凤之灵面前显然低了一个档次 石池当中血红的池水不断地翻滚着 不断有烟红的血水凝聚成小型的九头蛇 然后对着牧尘誓咬而去 显露出了极强的攻击性 不过面对着这些九头蛇精血的反应 牧尘身体上的真龙真凤之纹 犹如受到挑衅一般 发出清澈的龙吟凤鸣声 直接就把那些小的九头蛇尽数震碎 而随着那九头蛇精血源源不断地涌来 牧尘胸膛和后背的龙吻凤纹 似乎也在一点点变得明亮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无法形容的剧痛 开始在牧尘的体内爆发出来 那种剧痛直接让牧尘的脸色瞬间惨白 那是九头蛇精血闯进他的体内 开始大肆破坏 这种神兽的精血格外暴力 并且充满着攻击性 而牧尘不能强行压制 因为这样也会干扰真灵的激活 万一到时候搞得失败了 他可真没办法厚着脸皮 再让曼陀罗帮他凑齐 该死的 牧尘忍不住 骂了一声 这样持续下去 恐怕他的体内也会被这九头蛇的精血 搞得一团糟 到了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原来这龙凤真经修炼起来会如此的棘手啊 他现在可是刚刚开始炼化第一种神兽精血啊 这如果都支撑不下去 还如何承受余下的九种神兽精血的肆虐呢 牧尘皱着眉头 目光急速的闪烁着 他思考着应付之法 不过很快 他的眼盲一闪 嘴角有了一抹冷笑 九头蛇精血 你很凶是吧 我体内还有更凶的 牧尘双目为弊 心神一动 体内有着暗金色的光芒绽放出来 在其血脉当中一丝丝暗金光泽掠过 而后低沉的龙吟凤鸣声开始在他的体内回想起来 那是龙凤精血 牧尘的体内吸收过大量的龙凤精血 并且修炼出了龙凤体 所以他的体内同样蕴含着一丝真龙真凤所具备的气息 这远古九头蛇虽然在神兽榜上排名不算低 可是和真龙真凤这排名极前的超级神兽相比 显然是差了一个档次 因此当金光开始弥漫 龙吟凤鸣开始响彻的时候 原本还在牧尘体内大肆破坏的九头蛇精血 顿时如临大敌 金光笼罩而来 那九头蛇精血顿时纷纷溃散 最后在牧尘的追赶下 全部都被处于胸膛及后背的龙纹凤纹尽数的吞食 有了龙凤精血的协助 牧尘的情况终于迅速的好转 他开始收敛心神 全力吸收九头蛇的精血 而他这一吸收 持续了整整四天的时间 在这四天时间里 牧尘能够隐约的感觉到 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在逐渐的从他胸膛 以及后背的血肉当中复生一般 等到第四天黄昏的时候 那石池当中的池水才渐渐的枯萎 而就在其彻底枯萎的时候 牧尘再度驱置一谈 这一次两个玉瓶同时碎裂 堵出树地色泽不同的精血滚落而下 最后化为滚滚血水 把整个石池连带着牧尘的身形 淹没而去 牧尘盘坐在石池底部 身形纹丝不动 他的胸膛和后背处 那一道龙纹凤纹的光芒 也越来越明亮 那原本的图纹 也是伴随着越来越多 神兽精血的浇灌 开始变得栩栩如生 一丝丝血光 渐渐地缠绕在牧尘的身体表面 一点一点将其掩盖 在接下来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 牧尘都未曾离开过这个石池 而这里随着越来越多 神兽精血滴落 那种血腥之气 几乎形成血光 冲天而起 在这九幽宫内 引起了一阵动荡 这种动荡 连闭关中的九幽都惊了出来 他赶紧到石池外面 再经过一番探测 并见到牧尘 并没什么意外以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下令把这片区域封锁 这个家伙也太鲁莽了 九幽站在石池外头 望着在池底修炼的牧尘 无奈地摇摇头 这种动静的修炼 竟然也不让人守护在周围 万一出点事情 那可怎么办呢 责怪归责怪 但九幽暂时放下了修炼 直接在石池外面盘坐下来 准备在此为牧尘护法 这些精静 就在九幽坐下的时候 他这才清楚地察觉到 石池中的血水 蕴含的狂暴凌厉 他的神色一动 美目当中掠过了一抹 精益之色 这个家伙 究竟在修炼什么 竟然需要这么多种神兽的精血 九幽的心头有些震动 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不过 他的担心并没有持续多久 就隐隐间听见了 从牧尘体内传出的龙吟凤鸣声 当即他的心头一震 是真龙绽放之味 身为九幽阙一族 特别如今他也进化成了九幽明阙 这般种族在神兽种族当中 也算作大族 而九幽明阙的体内 流淌着不死鸟的血脉 而不死鸟从某种程度而言 也能够归为凤凰一族 说起来也算是凤凰一族当中 最顶尖的存在 只不过因为太罕见稀少 在外的声明并不如真凤那样响亮 所以当九幽在察觉到 牧尘体内竟然拥有真凤之威的时候 他的俏脸顿时变得有些奇特 这个家伙的体内还真是大杂烩 什么都不少了 九幽无奈的摇了摇头 也就暂时不再多想 静下心神 等待着牧尘修炼完毕 而这一等 就是整整的一个月 这一等 就等着牧尘修炼完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